大家好,我是茉莉芬芳 今天的影片内容取材自 享年84岁,湖北省人,邵庸第29世孙 被誉为中国当代的医学泰斗 邵伟华老前辈的技术 这年我73岁了 2009年12月29日晚上 我正在书房聚精慧神的研究 癌症文的类型 当我抬头一看 一个穿白衣,法如银,虚过尺,身高脏八 满面红光的长者,我笑着站在我面前 我知其是仙人下凡,心中高兴万分 当即跪下大板 仙者口气非常温柔地对我说 起来起来 我起来后,立即请仙者坐下 仙者告诉我说 八卦图上的阴阳鱼 就是人大脑的阴极阳极两根天线 人们靠的这两根天线 才收到天下咨询 仙者又用赞扬的语气 对我亲切地说 邵伟华,你近几年不是一直在研究 天下这样多的人 因见阎王爷 为什么会知道每一个人做了什么 好事,善事,二事,坏事,害人之事 甚至自私自利,贪污,获得了一分不义之财 心里想害人而没有害,点滴不漏的事吗 你想知道为什么吗 我像幼稚园的小孩子一样点头说 非常想知道 心里又想 这真是天使神迹啊 我又能学到新的科学知识了 先着看我非常认真听讲 他像母亲又像老师一样的耐心对我说 每一个人的头上 有阴极、阳极两根天线 这两根天线 就是阴间给每一个人在 行为储存器上安装的天线 在阳间 只要人一动 不管是做了好事 善事、二事、坏事 阴间存放的每一个人的行为储存器 就通过这两根天线 收到每一个人在阳间的行为 然后就储存在每个人的行为储存器里 人的行为储存器就像电脑一样 阴王老爷根据阳间每一个人做的什么 好事、善事、二事、坏事等等的大小 多少 设计了各种各样的大小不同的 善有善报、二有二报的讲程标准 例如人在阳间做了好事、善事、二事、坏事的大小 多少都有级别分类 做了这些好坏事到了某一个类型级别标准 人的行为储存器就自动给阳间的人 发出相应的善报和二报的指令 这就是有的人为什么升官发财、喜事多 有的人坐牢、杀头、凶死、饿死、破财、败财 奇灾不断的原因 先者给我讲了这些阳间无法学到的高层科学知识 我是多么高兴啊 先者又问说 你想去阴间参观人的行为储存器吗? 如果想去 我带你去 过去我听老人家讲过 下阴间是很危险的事 弄不好就回不了阳间了 我听先者要带我去阴间参观 不但不惧怕 而且兴奋的对先者说 我非常愿意 先者高兴的说 好 我俩就上车吧 这个车两头尖尖的 像娱乐场的火箭一样 有六米多长 黑的发亮 我坐好后 先者一按电扭 这个车比飞机还快 好像下煤矿一样 黑的什么都看不见 什么声音也没有 我也看不见先者 不知经过多长时间 车子才停下来 我上车时只顾高兴 没有看表 现在一看表 表不但停了 还模模糊糊的 什么也看不清楚 我和先者出了车门 面前展现的是一个 无边无际的大城市 城市的一边是灯火辉煌的古建筑 一边虽然黑 但能看得见高墙四壁的黑房子 先者告诉我说 有灯的是阳区 无灯的是阴区 在阳间做了好事善事的时候 来到阳区享福 做了二事坏事的时候 先关在阴区受刑罚 先者没有容我多看 就带我进了一个像库区一样 四方四正 墙壁都是黑的 大约有一米厚的大房子里 房里都是一排排的 一层层的 数不清 看不到头的 像收音机大小的铁盒子 先者告诉我 这里每一个铁盒里 装有一家人的行为储存器 先者和工作人员说明来以后 那个大约四十多岁的妇女 除了头发比阳间的人黑 长外 没有不同之处 他带先者和我进入了一个大厅里 从一个铁盒内取出了一个 如手机一般的仪器 先者告诉我 这就是你的行为储存器 今天 你看了自己的行为储存器 就知道其他人的行为储存器里 所记录的 每一个人的一身行为 工作人员打开我的行为储存器后 大荧幕上 首先出现了我的编号 和阳间档案里一样的登记表 接着 就是各个时期 各年龄段的全身相片 荧幕表上 按静木水火土的颜色 分为五大块 每一块中又分有各种颜色的条条 红块中有不同红色的条条 红块中第一条又粗又红 其他一条比一条细小 一条比一条颜色淡 黑块里也是不同黑条 黑条是一条比一条细小 颜色也是一条比一条淡 其他绿白黄条块都是如此 先者告诉我 红条块表示一个人在阳间 做了好事 善事的多少大小 是得福报的喜庆之事 黑条块的表示一个人在阳间 做了二事 坏事的多少大小 每个条块中都有文字说明 先者对我说 现在把图像打开 让你看看在阳间的行为活动吧 图像的第一个镜头 就是我母亲于1936年生下我的全过程 我父亲亲自接生 看到生下的是个男孩 高兴的喜笑颜开 日本法西斯占领了上海 我父母抱着我从正江乘轮船 和难民一起逃回武汉的尽头 日本的疯狂乱长 难民们看到我父亲跪在船上 求佛保佑轮船平安 不断的磕头 他们也都跪下磕头的尽头 我从小讨饭给定主放牛的苦难童年 我和同学打架的尽头等等 总之我一生的活动 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 做好事善事错事喜庆之事 大大小小都完整的 一点一滴被录下来了 看得清清楚楚的 我看完了自己一生的 行为储存器的录影 就向仙者问 能不能看看我家人的 行为储存器呢 仙者回答是 绝不能 仙者告诉我 在阳间拜佛修行好的人 还有那些为官亲政 为人民照服的官员 死后直接上了西方极乐世界深修 还有的人在阳间做过好事 无罪孽的人 此后来阴间 先住在灯火辉煌的地方 一边学习一边享福 等待投胎 而暗黑的那边城市 是在阳间干了坏事 损人利己的事 罪孽深重的人 则在那受残酷之行 刚到阴间 偶然碰到几辆不同款式的黑色汽车 从我身边过 那旁大的仓库房子 除了见了几个持枪的卫兵 和那个女工作人员 再没有见到其他人了 先者这次带我去阴间 参观人的行为储存器 正像先者对我讲的 是在阳间学不到的高科技知识 也解决了我几年来 一直琢磨的 阳王老爷怎么对阳间 每一个人的行为 辽若执掌的疑惑 原来诗人的头上有 阴极阳极天线 也是行为储存器的连接线 以此掌握阳间 每一个人的心念及行为 这正像动物学家在 老虎 鲸鱼等动物身上 装的仪器一样 不管动物走多远 走到什么地方 动物学家都掌握了 动物的一切活动 在回阳间时 我和先者 还是成了那辆两头间的黑色车子 车子从黑暗处到明亮的地方 就像过日界线一样 突然从黑暗见到光明 先者对我说 邵伟华现在到你家门口了 你该回家了 下车后 先者向我挥手告别时 只见那辆黑色车子 轰的一声 向天上飞去了 我因为先者带我去 阴间参观了 人的行为储存器 而高兴地笑醒了 原来是一个美好的梦 一看表 是深夜两点半 现在阳间 有的人四心几重 走上犯罪道路时 认为只有天知地知 他知 其他人是不会知道 因此干起 贪污 受贿 贩毒 卖毒等罪恶之事 但是那些犯罪 干坏事和损人利己的人 万万没有想到 他头上的两根 阴阳及天线 就是阴间 监视阳间人的行为 活动的录影 和收发资讯 发指令的天线 例如 有的人 当时干了犯罪之事 确实是 天知地知 他知 没有任何人知道 但是他犯罪的事实 在阴间行为储存器上 不仅有录影 而且早就设置好了 二报的极限标准 行为储存器 会自动发出对 犯罪人的 该受二报的指令 让犯罪人 自动露出马脚 或自动跳出来 就有这么一个真实例子 谋审的一位厅长 他贪污受贿几千万元 不但别人不知 而且年年被评为 全国劳动模范 但是他周围的邻居 向中央纪委举报了 金针茶 挖出了这位厅长 原来是一个大贪污犯 2009年 看到一位贯道 再次落网的事 此人原来是贯道 浮满三年行后 仍然重操旧业 他出狱后 干过无数的窃盗罪恶 有一天 他去提管机领钱 因为卡片是盗窃来的 当然取不出钱 按常规 领不出钱就算了 一般为了自保 走人就好 可是他却不顾一切的 拿砖头砸提款机 最后被群众报警 又被逮捕入牢 人们会问 这个盗窃者 明知道砸提款机 会暴露自己的罪行 为什么还不要命的 一次又一次的砸提款机呢 其实这就是他阴间的行为储存器上 犯罪到了该二报的时间到了 而向他发出 砸提款机 自动挑出的指令 写到这里 我想起佛经中有一句话 头上三尺有神灵 心层未动 以先知 这个先知 现在可以解谜了 就是头上的天线 是行为储存器的录影 收发资讯 发指令的原因 人的起性动念 天地皆知 从生下时的那一刻 到你死时的每一个念头 都有无量众生在看着你 你的善念一动 就有福德善神 天兵天将不持 你的二念一起 就有地狱的罗刹二鬼 在你身边伴随着你了 这绝对是丝毫不爽的事情 请不吝点赞订阅